港股今早跟隨美股下跌 低開143點 早段曾跌過200點 其後跌幅收窄 恆指中午收市部 22,103點 跌182點 歐盟貿易委員會昨日宣布 對於來自中國進口的太陽能面板 徵收臨時性反傾銷稅 從6月6日起徵收關稅11.8% 由於裁決結果明顯比預期好 太陽能股做好 保利協鑫升5.5% 陽光能源升2.6% 卡姆丹克升近3% 輕業太陽能升0.5% 內地有報導指 四大銀行5月新增貸款 只有大約2000億元人民幣 新增貸款會是今年以來最低的一個月 較去年同期下跌18% 首消息拖累 今早內銀股表現就一般 工行跌0.37% 中國銀行跌0.27% 農行跌0.83% 建行跌近0.5% 有報導指出 匯豐去年被指反洗黑錢不力 在美國惹上官非之後 匯豐控股在美國再次受訴訟纏擾 紐約州控告匯豐 違反強制收樓法例 令業主承受失去物業風險 匯豐股價今早跌超過0.23% 領匯今日中午公佈了全年業績 可分派收入33.49億元 增加14.6% 領匯業績前股價今早跟隨 大市下跌1.2% 最後一齊來跟隨成交活躍股份表現 詳實跌近2.3% 有邦保險跌超過2.5% 新地跌1.38% 收視之後我們會有3分鐘視頻 再次見